听别人的故事,学自己的道理,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明恋老公多年的小青梅跳了楼,她把这一切都怪到我头上,酗酒度日还对我日夜折磨,我不再隐瞒说出真相,她彻底傻了眼。 和傅恒结婚的第三年,明恋她多年的青梅突然跳了楼。 理由是她不爱她,所以她要用死的方式让她后悔。 于是她成功了,傅恒真的疯了。 不仅整日浑浑噩噩,酗酒度日,还要对我使用冷暴力,捅我厉害。 可后来,当所有事情真相大白后,她又后悔了,来求我复合。 在接到谭倩家里人打来的电话时,我和傅恒正在电影院。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,彼此都觉得奇怪,谭倩虽然经常爱干电话骚扰的事情,但她家里人会打来的次数,确实要少很多。 估摸着是有什么震惊事,傅恒犹豫了几秒,没有挂断,对我道,老婆你等我一下,马上就来。 我眨了眨眼,见她一副紧张怕我误会的样子,笑出声,没关系,快去吧。 你老婆我哪有这么小气? 电影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,早去早回。 说吧,我先进去,心里也颇有些烦躁。 不是不信任傅恒,而是一听到谭倩这个人的名字,就会下意识地心烦。 结果没走几步,傅恒就追上来了。 我惊讶到,这么快就说完了呀。 就见她的脸色有些阴沉,语气有些不好,是谭倩。 她知道我不会接,就用她妈的手机打给我。 让我现在去见她,不然她就要去跳楼。 说完,她冷笑一声,第三次这样了,又拿自杀威胁我。 老婆我们走,不用理会。 说吧,就强势地牵着我往里走。 我皱了皱眉,想到谭倩此刻闹跳楼的事情,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安。 但最终还是没说什么,在傅恒十分糟糕的脸色下同她一起看完了电影。 结束时,我默默地想,这真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约会。 我和傅恒是在大学时对彼此一见钟情,然后恋爱的。 期间,我其实并不知道谭倩这个人的存在,也不知道傅恒和她是青梅竹马的关系。 因为傅恒只和我介绍过她家里的情况,但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谭倩。 直到有一次我在咖啡厅和朋友叙旧聊天时,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女生发了风一般朝我走来,然后将我的咖啡泼到我的脸上后。 我才知道,傅恒有着这么一位爱她极端又偏激的朋友。 当然,我在当天毫不犹豫泼了回去,一点亏没吃,只是没忍住回家时还是将火发给了傅恒。 然后在她沉默很久,我忍无可忍决定分手时,赶忙一遍又一遍捅我道了歉。 并一五一时地告诉了我关于谭倩的情况。 谭倩是谭家老来的女,因此格外宠溺,几乎要什么有什么,养成了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骄纵性格。 因此对于一直不喜欢她,还多次拒绝的傅恒有着近乎病态的偏执。 再整整纠缠了她八年,让傅恒困扰到不得不远离,在去了不同地方的大学后,才渐渐断了联系。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,却没想到谭倩不知通过了什么方式,知道我是她女朋友,并找上门来的。 她说完,一边拿指手出来对天发誓,俊美的脸尽显可怜。 除了感到困扰外,我真的不喜欢她,也没和她有什么。 是我错了,没有和你提前说。 见我不说话,她继续道,我会处理好一切,你能原谅我吗? 我叹了口气,没说话,算是默许了。 且接下来的事情,也正如傅恒所保证的那样,我再也没见过谭倩。 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年,谭倩出现了,在我们的婚礼上大闹,以死向逼,以阻止我们结婚。 从电影院出来后,我问傅恒想吃什么。 傅恒却说没胃口,想回家。 我只好恩了一声,草草结束了这次约会。 其实心累的不只是傅恒,还有我。 自结婚来,这是多少次了? 为数不多的约会都会因为谭倩的事情而变得不好过。 在车上,我望着沿途的风景,终是憋不住,开口道。 你不觉得,你总因为谭倩的事情,情绪起伏太大了吗? 傅恒顿了顿,皱眉,他跟我一起长大,总用这样的方式威胁我,实在是太幼稚。 我叹了口气,你又不是他是父母,你管不了,怎么老往心里去。 傅恒又沉默了几秒,抱歉,我会处理好。 是吗? 我淡淡道,心里却早就不像以前一样,非常相信他了。 因为他们一起从小长大,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些情感。 真的能处理好,就不会谭倩每次通过死亡危险的方式,拉扯到现在了。 而回应我的,是良久的沉默,以及复衡手机不断的铃声。 我瞥了一眼,还是刚才的号码。 过一会儿,他手机倒是停了,变成我的响。 又是一个新号码,发来的是短信,你让傅恒接电话,不然我真的会去死。 我深呼吸了口气,实在是觉得窒息。 默默将陌生号码拉黑后,一路无言。 深夜两点的时候,有人在匡匡敲门,伴随着铃声,十分吵。 我和傅恒不得不从睡梦中醒来,一开门,竟是谭母和谭妇。 两人穿着随意,风尘仆仆的,黑眼圈极重。 我愣了一会儿,对他们的行为简直是二丈不摸头脑,但还是礼貌性道, 阿姨叔叔怎么这个时候来了? 快进来坐。 谭妇盯着我看了一眼,脸色不好,就不必了。 我吃了别,心想,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,都爱无理取闹。 傅恒也在这时穿好衣服出来,刚打了个招呼,就被突然冲上来的谭母给了一巴掌。 傅恒猛了,我也愣了会儿,赶忙上前拦了一下。 就见谭母情绪激动一些,两眼泪汪汪的。 都是你,都是因为你,我女儿为你跳了楼。 什么? 傅恒也愣住了,那一巴掌硬是沉下,一句话没说,赶忙问道,谭妾真的跳楼了。 伤势如何? 谭母一愣,继续大哭,死了,那孩子为你死了。 傅恒,你好狠的心啊。 死了,我瞬间清醒过来,如遭雷劈。 谭妾居然真的壮了胆子赶跳楼,然后还死了。 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还有些不信,因为谭妾曾不止一次用死亡的方式威胁复衡,让她同我离婚。 但次数多了,多少有点狼来了的故事,让我没法放在心上,所以我不是很信的。 我瞥了一眼傅恒,不知她是脑子也被一巴掌扇坏了还是什么,竟就在那里发愣,嘴里重复念叨着,死了。 怎么可能?她怎么有勇气去死?我白了一眼,冷静下来,警察出示死亡证明了吗? 我知道,如果是真的,在此刻说这句话再说确实是不太合适,并且听起来过于冷血。 但我想知道真相,见状,谭妾转过头来,怒瞪我,我亲眼看着她跳楼了,还能有假?你怎么这么读? 抢我女儿喜欢的人就算了,还质疑我女儿的真心。 说到底,我女儿还不是因为你不让傅恒接电话才这样,她的死由你很大一部分责任。 我挑眉,觉得好笑,不想受志气,回到,我抢你女儿喜欢的人。 傅恒跟我先告得白,关我屁事。 再者,把女儿养成这般娇生惯养,不让人信任的模样。 真的出了事儿,还是你们责任更大吧? 谭母剑说不过,就急着上前走两步,打算给我一巴掌。 好在被傅恒眼疾手快拦下。 我瞥了一眼她,见她仍瞪着眼,拟了好几声,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。 与之相反,比起她的情绪激动,谭腐一言不发。 正想着,傅恒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给我使眼色,暗示我不要再说了。 我便忍了忍,张了张嘴没说话。 只是,看着她此刻仿佛失去知觉,脸色极其不好的模样,心里很不适滋味。 我和傅恒是正常的恋爱结婚,在她没有告诉我他们这复杂关系情况下,我一忍再忍。 现在真的出事了,也能错在我头上。 谭姆差不多是在天微微亮的时候回去的。 她接了个电话,脸色一变后,估计有什么急事,便匆匆离开了。 只是走之前,不忘多给傅恒加了几句,都是你的错之类的话。 我叹了口气,回房间打算躺着,却没想到傅恒也跟没人是一般,躺在了我的身边,从背后我抱紧我,对刚才的事一个字不提。 当然,我也不傻。 她不主动说,那我更不会给自己的生活和情绪添堵,自己提。 她问道,老婆,我们等下吃什么? 还是先睡会儿。 我闭闭眼,再说吧。 毕竟这个情况下,即使再困再饿,都没这心情。 傅恒点点头,突然在我耳边一遍遍道,老婆,我爱你。 我沉默许久,终是在她越抱越紧的怀里,轻轻嗡了一声。 睡吧,困了。 我说道,接下来的几天,我和往常生活的模式一般。 该吃吃该睡睡,该上班就上班,并没有怎么受到影响。 而傅恒就不一样了。 虽然生活上大差不差,但她的行为明显有了改变,做事一向认真的她,此刻无论做什么都变得心不在焉。 平时对陌生电话必知不及,现在却一有电话提示,就迫不及待去查看。 在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后,总冷着脸。 和她说什么,也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。 她在期待什么,我大概清楚。 毕竟人有了习惯,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 而我,则因为体谅,大概能理解她心中的愧疚,也没有主动和她吵。 只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,只是随着她越来越久,总浑身是酒味的碗归下。 我的心里一次比一次不如滋味。 也从这一刻起,我隐隐约约感觉到,我们的爱情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美满,快到了头。 事情的变化是发生在半个月后,谈谴的葬礼上。 起初,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,实在是觉得奇怪。 因为除了一部分的特殊情况,还真很少听说过在哪家的葬礼会在半个月后举办的。 思考再三,我为了避险,再加上本身也不熟,和傅恒商量了一下,决定不去了。 结果没想到的是,傅恒在回来的当晚,就给了我个惊喜。 先是一声招呼不打,比之前伪装的温和还要更过分。 在看见我后,整个人仍散发着一种生人物尽的气息。 然后,手里揣着一本笔记本,如带珍宝。 只看了我一眼后,就回了书房,一句话不讲。 我二丈不摸不摸头脑,喊了几次她的名字也不理人。 只好当她,可能今天在葬礼上冲击比较大,硬是忍了一下。 结果洗漱完证准备睡觉时,我接到了闺蜜的电话。 她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急切。 我的姐,你快点去看微博。 有个顶着你和傅恒。 啊,反正就是你俩的名字,ID,在疯狂抹黑你,说你是绿茶小三的之类的。 并且被热转了,有人在曝光你真人信息。 总之我现在转给你,你快去处理一下。 人在家中坐,过从天上来。 在点开闺蜜给我的内容后,我一时间有些高血压。 首先第一个链接,是一个全新,IP属地和我这里一致的小号所发的一篇内容。 投稿给了一个比较有热度的营销号。 大概内容,便说的是她的闺蜜,某某,被绿茶白脸小三抢走爱人后,逼着跳楼了。 整个叙述十分详细,有大概的时间、地点,完全和我现在所遇到的事情高度重叠。 我随意看了一下她对我指责的点,可以说含有了大量的编造与幻想。 就连举例也特别好笑。 例如,正常大学里不同小组之间的竞争合作,她就会声会色,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般。 说我怎么怎么恶意地为了复衡重伤她。 可当时,我并不知道她的存在,和复衡的关系,也只是处于暧昧期。 甚至,我们都不是一个大学。 我气笑了,继续往下看,发现还有不少类似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。 而总结就是,她很惨。 不仅青梅打不过天将,还要被我这个坏天将针对,让她生活受尽委屈,逼着自杀。 我挑了挑眉,看向评论区的内容,也是五花八门。 有的感同身受,一同辱骂绿茶小三,有的同情这个妹子,替她跳楼感到不值,有的骂渣男,还有的在试图扒我,找出真身。 我面无表情地,又打开了第二个链接。 是一个ID叫,FHX今天离婚了吗?的微博小号。 注册时间没多久,但很显然,这就是谭歉的账号。 因为X是我,我名下暗。 而FH则是复衡。 我默默翻着,发现最后一次的更新,就是谭姆跑来的那天。 而其中所记录的内容,除去我针对他的编造,就是他诉说对复衡的爱,以及部分因爱而不得后,有感而发的阴谋的内容。 整个账号营销的他自己非常可怜,就差说全世界的女的都对他有敌意。 我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都笑了,又大概地翻了一遍。 在将一部分内容截取后,然后敲了敲复衡的门。 心想,谭歉八成是没有死的。 这一次,估计又是他全家配合他做的,逼迫我和复衡的威胁手段。 写一座座全套。 线下葬礼逼复衡,线上引导网报逼我。 又致,又无趣。 可惜,这样的套路似乎并不被复衡识别。 他脑抽了,在我第三遍敲门时,依然不理。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,忍着一肚子火,强行开了门。 结果险些被满屋子的烟味熏晕。 我被呛得咳嗽了几声,头疼不已。 傅恒,他之前可是从来不抽烟的。 见我进来后,傅恒抬眸看了我一眼。 什么事? 语气冰冷。 我皱眉,将手机拿给他看,语气比他更冷。 你的好青梅可不一定死了。 死了恐怕没有空去搞这些营销创作来利用舆论逼我。 傅恒看了一眼,沉默厚道,这不是说了,这是他朋友发的。 且他们家在糊涂,也不可能拿葬礼这种事情开这种玩笑。 网络上的东西,你不必放在心上。 我无语,看他一副对我这件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,颇有些难受。 我认为这与你说的恰恰相反。 你都跟他们家相处那么久了,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家对女儿过分宠溺的程度吗? 如果这就是他们故意假死,假扮的呢? 傅恒又吸了口烟,不说话。 我不怒返笑。 再者,退一万步来说,他真的死了。 你现在这个模样又装给谁看? 是他自己要去这样做的,和我们有一点关系吗? 够了。 话没说完,傅恒突然提高了音量,打断我。 夏安? 他本来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死了。 是因为我们没有接电话,害了他。 你不断没有一丁点愧疚之心,还不会自我反思。 我莫名其妙,我愧疚什么? 反思什么? 反思我活该和你结婚,受这些委屈。 反思我活该爱惜生命,没去跳楼。 傅恒别我对的一顿,揉了揉太阳穴,那别的不说,你告诉我。 你为什么从认识他开始就对他敌意那么大? 他只是喜欢我,任性了点,你为什么逼他? 我先是愣了一下,仔细回顾了一遍他的话,脾气也更薄。 将一直隐忍着的火气在这一刻全部发泄出来,我逼他。 对他敌意大。 要不是他发疯,我都不认识他,更不会和他有牵扯。 说白了,要不是因为你,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。 你自己对他心里有愧,可以。 但别带上我,瞎放狗屁。 而且,如果真的要论对错,那么你,还要谈父谈母的纵容,才是他肆意妄为的资本。 说完,我冷冷地看着他,见他不说话,继续道,还有,附恒你最好记住。 如果不是因为爱你,我又何必忍到现在? 恋爱三年,结婚三年。 为数不多的吵架次数都是因为谈歉。 好似永不结束的魔咒。 如果不是因为舍不得,谁又愿意身处这趟混水呢? 接下来,又是一段约莫两分钟的沉默。 傅恒掐断了烟,起身披了一件外套,直接出了门。 我不想和你吵,并且人已经死了。 彼此冷静一段时间吧。 我没拦他,只默默看向了他放在桌上的笔记本。 原来是谈歉的日记本。 上面记载的内容,和网络上造谣的高度相似,指责我的各种不适,以及编造我对他的挑衅。 但大部分更倾向于他在明恋复衡这个过程中的记载。 点点滴滴,酸涩而真实。 我叹了口气,不想再看他的这些东西恶心自己,只抬了抬眼,努力不让自己眼泪掉下来。 在这一刻,我总是搞明白了。 傅恒在看了这一本日记之后,他居然信了这些黑白颠倒,是非不分的假话。 而谈歉是否死亡的这个真相,对傅恒来说,其实并不重要了。 因为他刻意蒙着眼,在读了那本日记本后,他认为谈歉真的这么爱他,信了谈歉对他可以付出性命的的绝对真心。 再加上,他那么多年如烈火般的追求,可能几年下来早悄无声息地在傅恒心中留下痕迹了吧。 不然又怎么会,明明睁着眼睛,却又自我催眠,一次又一次地装瞎呢? 自那天傅恒出门后,他人就跟消失了一样。 公司找不到,家也不回。 甚至他的助理、秘书都找上了我,说有急事,让我帮忙打个电话,结果也只是响了几声后就挂断了。 而我,则开始处理网上的事情,将这些一一回报给谈歉。 我先是打电话给了警察,将那些恶意扒皮到我信息的人,全部一个不落地记录下来后,交给警方处理。 紧接着,我联系了律师,挨个给带上我名字,跟风造谣的人,依次发送了律师函,并要求他们道歉。 顺带着,在思考了许久后,还拜托了律师帮我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 最后,我找了一位闺蜜给我推荐的,信得过的,专做这类扒皮纹拿钱吃饭的写手。 以其人之道,还其人之身。 对他所编造的内容故事依次进行反驳后,附上新的聊天记录、图片等一系列东西,做反击证据。 将到底谁才是小三这件事展现得清白明了,一针见血,虽说家丑不可外扬,且为了这种小事去和他闹,我确实也有些无聊了。 但谈欠先不要脸,在有时间和金钱的前提下,我可不想受气,平白吃这种亏。 好在,我请的人们办事效率都非常高,且结果不错。 先是那些对我空口进行造谣的人都依次向我道歉,删除了所有造谣信息。 其次,是我因为花了不少钱学他满热度,再加上比他有理有据的缘故,成功让评论两极反转。 无脑骂我的评论减少,指责谈欠的增多。 让谈欠在背后操作,想通过此对我进行心理打压的计划失败。 由此下来,我心情好了不少。 就在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,几天不见的傅恒终于回来了。 他一身的酒气,眼底泛红,下巴还满是胡茶,一改之前的精英发。 我皱眉,正打算和他打个招呼,就见他怒气冲冲上前, 道,你在网上干了什么? 谭姆都打电话给我说,有人莫名其妙给他发骂谭欠小三的短信。 收到了不少,你是怎么搞的? 我挑眉,我不反击的话我也收到了呀,你问我呢? 傅恒叹了口气,语气不好,谭欠他人都不在了, 你还有必要去和他争吗?骂他是小三吗? 我气笑了,心下一凉。 其实傅恒来找我说的这些话,我都早有预料。 毕竟现在的他满脑子都是江湖,人因为谭欠的死,半疯不疯了。 我看了他一会儿,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, 我用的是自己结婚前赚的钱。 用于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,你有什么好指责的? 换句话说,这是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,和你傅恒一点关系也没有。 听我这么刻意地跟他撇清关系,傅恒先是愣了一下, 皱眉道,这是钱的问题吗? 我反问道,为什么不是? 我自己赚那么多钱的目的,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, 和遇到这种狗屁事的时候不受委屈吗? 而你傅恒有,又在干什么? 我的合法丈夫,一直帮着一个外人。 傅恒不为所动,死死盯着我,都说死者为大。 他已经死了,你就不能忍忍,为这小打小闹,你到底和他争什么呢? 谭姆他们本就受了刺激,你又何必? 我深呼了口气,垂谋道,谭欠没死,我再说一遍。 好了,夏安,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尖酸刻薄的? 你之前的宽容和包容心呢? 我说不出话来,也没说话了。 不想再和他进行无意义的争吵,心中讽刺不已。 你看,这就是我深爱过的人。 我深呼吸了口气回到房去,手里再次摸了摸那份离婚协议后,决定再等一等。 等到谭欠按捺不住出来后,看看两人滑稽的模样。 接下来的三天,傅恒要么不在家,要么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或在阳台抽烟,随时抱着那本笔记本,一会儿笑,一会儿哭。 搞得自己不仅精神衰弱,还很狂躁。 我默默地看着这一切,心想,谭欠确实做到了。 傅恒真的为了他发疯了。 可是,在傅恒心里,只有真正死了的他,才在心里有一席之位。 那等他真的出来,让他知道他真的没死呢? 又会怎么样? 正想着,傅恒回来了,今天的他看起来比前两天又正常了不少。 起码胡子刮了,整个人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狼狈。 他进门后,没有像往常一样无视我。 只是手里拿了一份文件,直愣愣地盯着我看,一句话不说。 我接过,打开,这是一份离婚协议。 我没说话,心下了然,只接过默默浏览了一遍,内心莫名其妙,觉得松了口气。 财产的分配很宫廷,比我让律师你的那份分配的还要多。 我又看了一遍,突然很想笑,也很释然,心中竟没有我想象中的难过。 其实他提出来也好,免得我折腾。 傅恒见我面上没什么表情,抿了抿唇,灰尘的脸,好似没有一点生气。 既然你看到了,那就找个时间签字吧。 是我对不起他,我会尽可能弥补。 对不起他,尽可能弥补。 我嘲弄道,那你对不起的人可不止一个。 对不起我,对不起我父母,以及他自己。 他顿了顿,我前段时间也不该对你发脾气。 我只是,太难过了。 我想我现在会慢慢调整过来,但在最后,满足一下他的遗愿。 我,OK,停了,我不想听。 我打断他,我对你的爱早就一次次消磨了。 我想听的不是对不起,也不需要听。 所以,傅恒,我同意离婚,我们好聚好散。 离婚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还要快速。 一共六年的感情,就是落得这般下场。 我默默拿着账,心想,三个人的互相折磨终于结束,以后就不再有关系了。 正打算离开时,傅恒突然叫住我。 他眼眶变得有些湿润,几次开口,又欲言又止。 最后,只到了四个字,好好保重。 我一瞬间有些无语凝噎,能看得出,现在的他精神状态依然很不稳定,性格变化非常大。 一会儿有病,一会儿看起来又很正常。 我瞥了他一眼,没说话,打了个车走了。 只是透过镜子,看见他一直没有离开。 回家后,新的生活重新开启,我又过上了一段自由而新鲜的单身生活。 但我妈总担心我难过,便开始疯狂给我挑帅哥相亲。 其中一位,是个看起来很不错的人。 谈吐大方,文质彬彬,可不是我的菜。 正打算委婉拒绝时,我收到了一条信息,上面写道,有兴趣见一面吗? 我在你对面的那家咖啡厅。 最后末尾是两个字母,TQ。 谈欠。 和我心中的猜想一致,谈欠果然没有死,因此见到他我并不惊讶。 只是让我出乎意料的是,他受了伤,坐在轮椅上。 左手、右腿都打着石膏。 且脸色苍白,一副大病出狱的模样。 到这一刻,我算是搞明白了。 谈母当时之所以慌成这样,估计是真的跳了。 所以才被吓得,用各种方式全力以赴配合女儿,为挽回复衡的心。 见到我,他笑,怎么样? 看见我没死,你惊讶吗? 愤怒和难过吗? 我叹了口气,那你也太不了解我了。 你死不死,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不过,你可真执着呀。 一定要冒着风险来见我。 什么风险? 谈欠皱眉。 我无语凝夜,煞时间被谈欠的问话蠢道。 心中不由地再次感慨,他家里到底是对他宠成什么样了,才会这么单纯。 便懒得多和他说告诉他,他现在在复衡心里是死得最好。 换句话说,活了就不好了。 思考了几秒后,我淡淡道,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欺骗了复衡不是吗? 你现在来见我,我完全可以录音,拍照证明这一切。 谈欠愣了一下,面部有一瞬的争鸣,那又怎么样? 我不怕你,毕竟最重要的是结果。 那就是你和傅恒离婚了,他现在在乎的是我。 我手拍了拍桌子,刻意打断他的话,所以你就来找我说这个。 谈欠,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,毕竟我和你不一样,为爱要死要活。 并且,我之所以退出,是因为我没兴趣去陪你演,两个女人要死要活,去争一个男人的这种戏码。 因为我的人生并不需要任何男人为我衬托。 所以,如果只是用这种方法来激怒我的话,你失算了。 见我这么说,谈欠有些恼怒,却回不了嘴。 只是脸色一沉,瞪着眼,我撇撇嘴,顿时觉得索然无畏,干脆起身,准备离开。 然后在走之前,看了一眼他全身的伤,还是善意道,通过一些让自己受伤的方式来惩罚别人,非常不值得。 疼痛的永远是自己,所以,多爱爱你自己吧,谈欠。 我们后会无期。 说完,我便出了门,将此次的通话录音保存好,并上传至云盘做备份。 我此次来,便是为了这个,用作以后能保护自己的武器。 毕竟谁也没想到,谈欠会天真到这个地步。 在处理完这一切后,我松了口气,接下来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。 我从名为爱的束缚牢笼中解脱。 接下来一个月后,我选择去各国旅游,放松心情,并在旅行期间,听到了不少圈子里关于傅恒和谈欠的八卦。 首先是傅恒,听朋友说,他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。 常常喝到昏迷,嘴里一会儿念叨我的名字,一会儿念叨谈欠的死。 所以,让人搞不清楚,究竟是因为离婚了,还是因为谈欠的死,让他一直没有办法振作起来。 除此之外,他还整日浑浑噩噩噩的,对公司不管不顾。 于是没过多久,正值上升期的公司很快就出现了极大的资金问题,运作出现困难。 其次,是谈欠。 许是因为那天,我见了谈欠的缘故,他稍微学得聪明了一点,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在傅恒的面前。 直到傅恒的公司差不多快无法扭转的时候,他才突然出现,告诉傅恒他没死。 并带着谈母谈妇,给予傅恒了一大笔钱,帮助他运转公司。 但是,谈欠提出来的唯一条件,是需要他和他结婚。 而接下来的日子,也鸡飞狗跳。 至于当时那个场面是什么样的,很可惜,我在旅游,是看不到了。 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,在结束第二站旅行回家休息的时候, 我在家楼底下见到了傅恒,比起之前他虽然销售不少,但衣着得体,感觉并不邋遢。 我有些惊讶,心想前不久才详霜,这几天可冷了,也不知他为何来,又在这儿坐了多久。 我多看了他两眼,默默拖着行李箱静直从他的另外一边绕过, 却被他十分眼尖地喊住,下安。 我点点头,礼貌性地打招呼,然后继续往前,被他抓住了胳膊。 你说得对,谈欠没有死,他欺骗了我们所有人。 不,我纠正道,也就你被骗了而已,别把我混为一谈。 傅恒一时间有些语色,不知道说什么,却又不想我走。 于是声音软了下来,用我以前最拿他没办法地声线道, 安安,我们还有可能吗?我从来没有爱过他,我只是,当时太自责了,不知道怎么办。 没有,我听着想吐,斩钉截铁道。 他苦笑,你就一点都不想我吗? 我当时真的很痛苦。 安安,我择了一声冷冷回道,犯蠢一次就可以了。 傅恒你现在就只是我的前夫,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如果你再骚扰我,那我们连是普通同学关系都做不到。 希望你自重,别让我烦你。 恒你了敏唇,松开了手。 我提着行李,加快了步伐。 魏朵一直来找我的傅恒,我的第三站旅游计划提前, 选择了埃及,去感受一下外国古文化的不同韵味。 只是在旅行开始的时候,我正默默欣赏着隔壁座的超级帅哥的美颜, 就收到了一条墨电话发来的短信。 上面写道,你说得对,我为他做这么多,确实不值得。 他不爱我,还骂我自私。 我们总吵架,紫金也出问题,过得一点也不好。 可这能怪我吗?我真的自私吗? 我为了他都可以去跳楼,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像我这样爱他。 他怎么不懂呢? 我笑了一声,被他的发言无语道, 只默默将他拉黑,然后看到了他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, 以后我会更爱惜我自己。 我垂眸,默默删除,再转头,发现隔壁座的帅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面前。 他眉眼弯弯,声音低沉性感,还真是你,夏安。 好久不见,你还记得我吗? 嗯,帅哥你谁? 番外同行的帅哥原来是我临时几个月的高中同桌,名陆锋。 还是在读书期间还暧昧过的那种。 因为时间不长,并且后来断了联系后,不过几年的时间,我就把这人忘得一干二净。 我颇有些惭愧。 在交谈中才知道,陆锋大学时出了国并且创了业,和我所涉及的领域也有一定关系。 我们以后说不定可以有一段合作。 我点头,实在是觉得有缘分。 在她的邀请下,同她前行,算上度过了一段不错的旅行时光。 至于未来,我什么也没说,也说不好。 毕竟重要的是,过去的痛苦与纠结不会再影响我。 新的生活,开始了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